日本对TPP的坚持和对日欧EPA的签署在清除,不过展示了自己的态度,它会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而且它不想跟着华盛顿一起踹多边贸易体系一脚。 欧盟和日本星期二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一旦生效,日欧99%的产品,最终将相互零关税。 在特朗普政府几乎与全世界大大贸易战的时候,日欧EPA的签署颇受关注,尽管双方为这一协定已经谈判了5年,但很多人从该协定中读出对美国的压力。 7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图片来源,东方IC来源,视觉中国这可能不是一种凭空想象。 不难想见,签署该协定是日欧在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暂时多了一分自信,这一协定也会让更多美国人闪过这样的念头。 贸易战是否会让华盛顿陷入孤立呢? 贸易战是通过相互恫吓和消耗来争取几方利益,与通过合作和协商实现利益相比。 前者无疑是低效的,贸易战目前实际开展的规模还不大,但它展现了与全球化逆向而动的思路,未来一段时间是不同思维的激烈博弈期,世界面临继续全球化,还是朝着保护主义退潮的选择。 日本是美国最铁杆的政治、安全盟友,他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公开回应相对低调,但他对TPP的坚持和对日欧EPA的签署,再清楚不过展示了自己的态度。 他会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而且他不想跟着华盛顿一起踹多边贸易体系一脚。 日欧EPA显示,即使没有华盛顿的参与,自由贸易还会继续往前走,即使它的速度慢下来,但不会颠覆性大倒退。 如果贸易战成为美国的首要对外沟通方式,它慢慢自我孤立不可避免,美国将成为自由贸易海洋中保护主义的美国岛。 世界本来没想联合抗美,但华盛顿把自己置于与全世界作对的位置上,使得其他国家哪怕彼此抛的眼神,交头接耳,都看上去像在联合对付它。 日欧就像是在做通过加强彼此自由贸易无声抗议美国的示范,依次联手对抗美国的双边及多边活动,今后将层出不穷。 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加起来约占全球30%,听上去蛮吓人的,双方都在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名单上,想想看,如果日欧相互降为零关税,而他们与美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增多,那么日欧货物流通的增长速度超过他们与美国产品的交易增长速度将会成为趋势。 也许这一件事的影响有限,伤不到美国的根本,但在强大的美国也经不起这种负影响的不断累积,敏感的美国舆论会跟踪,放大这些负影响的发展,导致美国整体贸易保护主义意志的动摇。 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一场,一旦演变成持久对抗,他必将输掉了贸易战争,美国像所有传统战争发动者一样,一开,是实力雄厚,自信爆棚,以为可以迅速压垮对手,取得战争胜利。 而一旦侵略演化成持久的消耗战,战略主动就逐渐变成战略被动。 日欧EPA是世界没有被特朗普贸易战吓倒,各方准备按照既有战略处理贸易关系的最新迹象。 到目前为止,嫌有哪个国家对来自美国的贸易施压忍气吞声,对美加征关税实施对等报复,成为各国不云而同的反应。 与此同时,各方横向加强贸易联系的动向正在形成,这样的世界性抵抗,不用有谁号召和组织,他们是这个时代,对贸易霸凌主义的条件反射,也是坚定的法则。 特朗普政府大大低估了他搞霸凌主义,遭遇全球抵抗的风险,有的国家强硬回击,有的国家软顶,就是没有国家帮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霸凌政策抗袭。 给他当伪军,美国的优势将面临对存量的严重消耗,而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看看特朗普政府能够坚持多久。 本文为《环球时报》今日射评,原标题为《日欧千里批贝》,没谁愿做美国的伪军,来远,《环球时报》失踪十天的泰国少年足球队,找到了,都活着。 本文字幕不看见